上網這件事情有這麼嚴重或洪水猛獸嗎 我覺得其實狀況是 就像以前我們的父母擔心我們看漫畫 看小說一樣 現在父母擔心孩子上網 可是重點是孩子到底上網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是用什麼方式在做這個事情 花多少時間 還有上網這件事情在他整體生活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東西父母如果考慮過 上網就像你說孩子看書 看什麼書武俠小說還是教科書 我覺得那個差別其實是類似的 那我覺得現在父母很擔心孩子上網 一個可能最常見的焦慮就是 擔心影響他的眼睛 影響他的學習 影響他的人際關係 還有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覺得這個恐怕才是關鍵 那如果我們清楚孩子上網 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在看什麼內容 還有他每天花掉多少時間在做這個事情 他每天整體的生活到底是怎麼過的 如果我覺得這些原則把握住 我覺得父母倒不必太過焦慮 比如說我的孩子小的時候 我可能會很希望他們有多一點閱讀的時光 家庭的時光去大自然清淨萬耍的時光 可是當他們比較大了之後 他們的課業變得比較多 他們生活有他自己的想法跟安排的時候 我就覺得如果你能夠妥切的安排你的生活 你的目標也很清楚 你的學習該做也都做到了 我其實是不太限制他的上網時間 所以今天在看那個腳本的時候 看到說父母要限制還是 是30分鐘還是兩個小時 我其實是沒有這樣子的限制 我要問的是說 如果你生活該達到目標你都做了 然後你上網OK啊 如果你只要不是看一些色情暴力 或是不該看的節目 我其實是沒有做任何的限制 像相片一樣 我平常就要不是看那個人 你還可以跟著他 你還可以跟著你 你還可以跟著你